那时间呢可长可短 短着七天 长着数年 那么这种情况呢 才叫壁谷 所以我们的新的朋友 新朋友进来的时候 你在了解壁谷的时候 你先认真的就是说 去了解一下这个事物 要记住他 要分清他与绝食的 这个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在哪呢 就是通过特殊的修炼 然后才能做到 不吃饭还很精神的状态 如果你没有特殊的修炼 那就会相反了 结果就会相反了 那么这个是壁谷的 壁谷与绝食的区别 我们免费壁谷论坛 从09年开始 就利用网络 给广大的朋友搭建了一个免费学习壁谷的 这么一个平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壁谷 壁谷是我们传统的养生 文化当中的一个瑰宝 对吧 那么它其实已经出现了有几千年了 但是它虽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由于 以前的种种原因 包括这个信息啊 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使得这个壁谷呢 只是存在于一小极少数人的 这么一个圈子 主要是在修行的这个圈子里面 在传播 所以虽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仍然不被广大的老百姓所认识 所闻之 那么我们这个壁谷论坛呢 从09年开始呢 就是依托网络搭建了一个 可以让普通朋友免费学习壁谷的这么一个论坛 但是大家也知道前面所说的 你要想进入壁谷状态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需要进行一些特殊的修炼 那么以前呢 这个特殊的修炼呢 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可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村长就花了六年的时间 才开始他的第一次壁谷 那么六年的时间 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 是不是真的太长了啊 那么也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免费壁谷论坛呢 在这个长达十余年的时间 从09年到现在2020年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就对这个准备功课呢 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然后经过多次的概括 实践 总结 然后再实践 最后呢 在不断的改良 大家老公有多知道 我们以前的准备功课 有12项准备功课 然后有16项准备功课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归纳成六项准备功课 所以我们现在的准备功课已经变成了六项准备功课 那么有些老的谷有可能会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是不是16项变成六项 这个缩解的也太厉害了 是不是会丢失了很多好东西 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说 16变成六 就是筛解了很多东西 不是这样啊 我们只是根据它内在的规律 把这个16项准备功课呢 重新进行了整理 重新梳理 重新归纳 然后是浓缩成六项 那基本的这个思路方法是没有变化 只不过是在这个在这个安排上啊 就显得更加科学 更有利于新学员进行学习 那么我们的新的学员 只要认认真真的做好这六项准备功课呢 那你的壁骨挡都挡不住 当然前提是认真做好这六项准备功课 同样的 如果说你是三天打鱼 两天赛网啊 那你不要说六年 可能六十年 依然还是无法进入 这个准备过 这个壁骨状态的啊 嗯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六项准备功课 更原来的是六项准备功课 除了在条理上啊 更加风鸣外呢 我们新的六项准备功课呢 更注重知行合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你方向错了 那么你做的越多 那你就错的越厉害 你越努力 你离那个大道就越远 对不对 所以我们新的六项准备功课呢 在这个知上也花了功夫啊 所以啊 除了以前的十六项准备功课呢 可能更多偏向于一点具体的实际啊 行啊 就是行的这一块 那么现在的六项呢 就是知根型都兼顾到了 首先保证你行动的方向不错偏差 其次呢 在这个前提下 你去实践 你越努力 那么你 离壁谷 就越近 然后你越能从壁谷的过程当中去收获更多 好吧 好 讲了那么多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啊 这个我们现在的新的六项准备功课呢 到底有哪些啊 首先第一项 就是风险防范意思啊 首先第一项 就是说 刚才讲了 每个人要学习壁谷的前提呢 就是做好准备功课 那么 这个准备功课第一项呢 就是风险防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风险防范 刚才讲了 就是在知上面 在这个方向上面啊 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个风险防范 首先第一个是新能 他要具备哪些风险意识 因为我们新能呢 就是说 对壁谷了解的不多 他往往 把壁谷就当成不吃饭 而不吃饭 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印象当中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绝食 绝食 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对不对 那古今中外 那么多年的历史啊 证明 任何一场饥饿 饥荒 都会饿死很多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啊 那么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你看那个人 饿得面黄肌瘦 对不对 还有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得慌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反映了我们普通老百姓 对这个吃饭 与身体健康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 这种认识对不对呢 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它是经过几千上万年的 这么一个实践过程当中去总结出来的 对不对 它肯定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壁谷可以不吃饭呢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修炼过程 我们是经过特殊的修炼的 所以 我们新人来结识壁谷 首先第一个要风险意识 就是壁谷 它不是简单的不吃饭 它不是绝食 不是说你想壁谷 第二天就可以开始的 不是的 你要做准备功课 就像游泳的人学游泳一样 对不对 你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你跑到哪儿都不会游泳 你看见你的小伙伴在水里面玩得很开心 然后你也跳下去 那等待你的结果 肯定也是可想要知 对吧 所以同绝食相比 我们的壁谷 它跟绝食有几个 有三个地方 有明显的不同 你们新人朋友一定要记住 首先第一个 壁谷是需要学习的 壁谷是需要学习的 绝食呢 它不需要学习 每个人 任何人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随时随地 都可以开始绝食 你只要把嘴巴一闭 就扣了你了 对不对 好 壁谷是要学习的 第二个呢 壁谷期间呢 是心情愉悦的 按照很多古友在日记当中 在分享当中 都有这样的体验 在壁谷期间 内心有一种莫名的 呆呆的喜悦 你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 轻快的心情 但是它就是存在 但是 那个 绝食呢 那肯定不是的 绝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体验 饿得要死要活 想 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 有过这方面的体验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 饿的这种体验吧 但是如果你饿上一顿两顿 可能虽然难受还能忍一下 但是你饿上三四天的话 那可能是给你会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好 这个是第二点 壁谷期间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呢 壁谷期间 我们精力旺盛 我们很多的古友 很多的朋友 在壁谷期间是正常工作 但是呢 绝食的话呢 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 我们也经常有那个话 叫说我饿得力气也没有了 对吧 就能够说明这个绝食的话 它使人会精疲力竭 好 那么新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三点 好吧 那么壁谷跟绝食是完全的两个概念 好 这是第一个 新人要具备的风险意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老古友呢 要不要具备风险意识呢 老古友说 我已经壁谷好多次了 我可以说是 谁是谁都可以壁谷 那老古友需不需要风险意识呢 同样是需要的 老古友的风险意识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自我的风险意识 主要表现在哪呢 就是说有些古友啊 他尤其新古友 他第一次去练习壁谷的时候 他其实是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 是从来没有经历过 他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理 然后他会非常认真的去做功课 然后去认真的学习 准备功课会做得比较扎实 但是老古友呢 可能觉得 哎呀 壁谷啊 我壁了几次 觉得真的是不是那么神奇 每个人都可以壁谷 然后呢 他的心就有点拖大 对准备功课呢 可能就会有一点轻视 其实呢 这个也是反映了 这个叫老古友 不一定是铁粉啊 不一定是铁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如果说 对这个壁谷学习的 深入学习的好的话 就会发现 他壁谷他已经不是一种手段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那么如果说你把壁谷当成一种手段的人呢 他就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用不到他的时候呢 我就把他数字高格 那我要用他的时候呢 我才把他找出来 那就形成了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呢 就是说我准备要壁谷了 好我来开始做准备功课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可能跟人家约好了 或者是有些什么特殊的日子 或者是心血来潮 那么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准备功课呢 他没有做得很扎实 可能才做了一周 甚至才是三十天 为了要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能够一起壁谷 然后就匆匆忙忙的 进入这种壁谷状态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没有做好准备功课的情况下 不管你是新的谷友 还是老的谷友 他的过程都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 我就不一一举了 所以老谷友同样要注意风险意识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如果是你准备功课不做好的话 你在壁谷过程当中 第一个你不容易进入壁谷状态 你勉强进去了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绝食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的身体会表现出来的一些反应呢 会比较痛苦的 会有一些比较痛苦的反应 包括一些气冲病灶 它来的这个程度也会比较剧烈 所以这个老谷友要注意 也是一样 要有这样的风险意识 第二个呢 我们老谷友呢 这个学了壁谷呢 其实在这个壁谷上受益了以后 你就特别希望把这些东西去 分享给别人 去做布施 希望身边的人也能够从中受益 这个思想 这个想法其实是好的 本身就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老谷友要注意 就是说你的布施呢 只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把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亲戚 你把它带到群里面 带到这个壁谷论台就OK了 让他自己去学习 你不要在他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他具体的过程当中去指点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是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谷友的话呢 你所获得的这个壁谷经验 或者壁谷知识呢就相对比较狭窄 少一点啊 你的经验都是来源于你自己的本身 但是每个人呢 他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在壁谷的过程当中 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丰富的经验 你冒冒来的去指导这些新谷友呢 就容易产生一些危险 所以老谷友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说普通的谷友要指导新人 也要有这个风险意识 尤其是针对一些重症患者 那么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把它带到这个免费壁谷论台 把它带到群里面 然后呢去引导他们去学习 去听课 去开经验日记 就OK了 好吧 所以这个老谷友要注意的两个风险意识 第三个呢 就是在学习这个壁谷的时候呢 一定要警方接工尽力的风险 刚才讲过的壁谷呢 它不是一种手段 它是一种养生方式 它和这个瑜伽太极跑步游泳等等都是一样 那么你经常游泳的人 你经常游泳的人 你的体质就会好 你生病的概率就会小 但是你能保证你就不生病了吗 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呢 叫壁谷不治病 健康靠自己 那么为什么会说壁谷不治病 健康靠自己 而在很多老谷友的分享和日记当中 却有发现 那很多人能够通过壁谷 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 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呢 这里边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奥妙 我们的新能朋友呢 因为走进这个壁谷呢 它带着各种的目的 可能是减肥 可能是 这个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么有目的进来 这很正常 90%的人都是带着目的来 走进这个壁谷论台的 但是你通过学习呢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其实真正的健康的 不是靠不吃饭 不是靠不吃饭 健康的生活呢 其实来源于你 健康的身体呢 其实来源于健康的生活 那么健康的生活呢 肯定是要靠自己去营造的 比如说一个人得了慢性病 甚至是重病 那像这样的人 如果说你来学习壁谷 你在做准备功课的过程当中 你更要去关注 其实准备功课就试解到这些方面 你要去关注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是否出现了问题 你要去检查自己的生活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家庭关系 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很多人 就是来学习壁谷的时候 刚开始的就是冲着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目的 然后学着学着他就发现 他就发现就是说 学习壁谷 它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是一个学着调整自己心态 去改变自己三观 去调整自己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为什么会 学习壁谷就变成了改变自己的三观的 我们后面会有会有例子来说明 所以我们准备功课的第一项 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风险意识 无论是新人老人都要风险意识 同时不要接工精力 我们要本着有心练功 无心成功的这么一个心态 非常有趣 当你不去想他的时候 他反而就好了 这其实也爱含了我们的一个 一个常说一种心法叫什么 叫担心就是阻挫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脸上长了很多痘痘 然后每天就对着镜子在那照看 然后各种处理 又是洗脸又是怎么样 你越是去关注着他 他每天会长得越多 你怎么今天比昨天又多出来了 后来就烦了 你爱干嘛就干嘛嘛 来得理你的 你爱咋咋咋就咋吧 过一段时间突然发现 脸上痘痘变少了 那么我想我们很多朋友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体验 某件事情你越是关注他 你越是觉得他的状态越来越糟 你不去关注他 过一种发现他反而就好了 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就是你越是担心 你就是在咒咒他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好 第二个 就是要争取家人的理解 壁谷它目前还是一个 非常小众的养生项目 很多人并不了解它 对不对 如果因为很多人 就把它当成是不吃饭 那么就是绝食了 因此很多舆论 对它 很多舆论 包括一些社会上的广大 普通的群众 舆论 媒体等等 对这个壁谷都存在了一些 认识不全 或者是存在了一些 叫误解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家的认知 只停留在 这个不吃饭 会饿死人 这么一个层面上 而我们壁谷的 它的表象又是不吃饭 所以不相信壁谷 不理解壁谷 非常正常 这个世界上有超过99.99%的人 都是没有壁谷经历 都是不知道壁谷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尤其是新的学员 我们要注意 要注意在家人不理解 不了解这个壁谷的情况下 你不要去要求他们去接受壁谷 因为这样的要求 本身就是不合理太后 就是很荒唐的 你硬要去做 你硬要去强硬的 通过这个说服 通过是争吵 去让他们来接纳的话 反而会 取得相反的结果 反作用 这个人被洗脑了 这个人加入邪教了 对吧 所以也就出现 一些 极少数 当然是一些学员 就是一头 栽到这个论台当中 进行学习 但是呢 他的家人呢 就是 激烈的反对 本身学习壁谷的状态 就是 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就是改变自己家庭关系 改变社会关系 工作关系的 这么一个过程 结果你通过 这个学习 反而跟家人的关系 更加恶化了 那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对吧 所以 第二个 我们要打破困局 去寻求家人的支持 它是每个新能 要必须做的功课 那么 这个功课呢 它需要的不是买力 它需要的是我们的智慧 需要的是我们的智慧 那么 有这么一个例子 有新能这样提问 就是说 我想必顾 我的准备功课 都做了两个月了 可是我的家人 不同意 他们不相信 壁谷 我该怎么办 这个可能是一般新能 面临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那么我们的回答是什么 其实不是你的家人 不相信 不相信壁谷 而是不相信你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世界上 有两件事情 是最难的 一件事情呢 是把别人的钱 装到你的口袋里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把你的思想 去装到别人的脑袋当中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越是跟去 去说这个壁谷有多好 去吹嘘这个壁谷有多好 多好 你的家人只会觉得 你是被洗脑了 你不可理议 你一意孤行 但你的家人就越有可能 去打110来拘报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切记去讲大道理 那些整天在家里面 讲大道理的 往往是追不懂道理的 我们圣文有一句叫 行不言之教 同样的道理 在亲子关系当中 你越是跟孩子 去讲大道理 滔滔不绝 听上去很有理 那你也是越不懂得道理的 大家可以就这个一点 可以细细的去品味一下 非常值得咀嚼 那么我们可以 刚才讲了 我们学习壁谷 就是一个改变 三观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来换一个视角 来开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来开这个问题 家人不同意你的这个问题 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位谷友 我们有一位谷友 他叫学习壁谷 他觉得这个壁谷很好 但是 他知道他的老公会反对他 因为他老公不了解壁谷 然后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对他老公说 我现在正在研究一种养生方式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呢 我也弄不准 我就怕他是邪教 不是很放心 那么麻烦你现在就是说 来帮我把个关 帮我把个关 对吧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邪教 他老公一听 就屁颠屁颠的 就去帮他去把关了 那怎么样子把关呢 把关就要每天去 去开日记啊 去听直播啊 去对这个壁谷进入一个深入的一个全面的了解啊 对不对 然后才能给出建议啊 这个是邪教还是什么样 对不对 然后就在这个 去深入了解的过程当中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不错 然后越去越去了解越觉得他的好 最后他自己也进入了这个壁谷论坛 你看 不用去说大道理 不用去 不用去争吵 他不带让家人去同意他 甚至把家人也带到这个壁谷的学习课堂中来了 是不是 你只要换一个角度 问题就不一样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位妻子他在初学这个壁谷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他是邪教吗 对吧 所以处理问题啊 真的是需要智慧的 那么第二种呢 那刚才呢 刚才那种呢 叫什么呢 以退为进 那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 叫地水穿石啊 慢慢的来改化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 不要去给予的壁谷 因为其实你家人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你不吃饭 为什么不吃饭会饿死人 他担心的是你这个 但是如果说你不给予 你不给予去进入壁谷状态 你就好好的做准备功课 先把准备功课做好 我们有很多的股友 可以说每一个人 在做准备功课的过程当中 你的身心就一生发生了变化 无非就是明显或者不明显一点 对不对 有些股友在做准备功课的过程 他的身心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我们有很多案例 大家可以到论坛上去学习 去学习密集 甚至我们有一位 原来是肚子双管的 他还没有壁谷呢 他就做了两个星期的准备功课 他就可以扔掉双管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那么从这个例子当中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印证了我们前面的一句话 叫不吃饭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健康靠自己 对不对 你健康的身体还是来源你健康的生活状态 来源你一个健康的心理 所以我们的心人不要急着去不吃饭 你把这个整个准备功课做好了以后 你的身体就 你的身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行为举止 你跟外界处事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是真真切切能够反映在你身上的 并且能够被你的家人所感受到的 当然也有新人 你不要以为就是说你这个变化不是今天变化 明天就必须他们就得感受到 没有这么快 他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对吧 比如你有的人他心情比较暴躁的脾气比较暴躁的 通过学习以后他变得柔软了 可能他的家人当时一天两天没什么感觉 过了十天半个月 他觉得他怎么现在变说话变得柔和了 脾气发的少了 对吧 他需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让子带飞回 要有一点耐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变化就会引起你家人的关注 从而也引起他们对你的态度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再去避故 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是随到渠成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做好准备功课 避故是自来偶来发生的 你把准备功课做好了 你的家人也就自来偶来的 就会认可你 就会支持你 那么我们有很多学员的 我们有很多学员的年龄比较大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 因为我们是通过网络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功课 有很多需要做的 比如说我们要注册避故的论坛 我们的避故论坛是 3w17避故.com 麻烦我们的一空发一下 我们要去注册避故论坛 我们要加入当地的微信群 我们也要收看直播 那么对于一些年龄大的 这些朋友来讲 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包括修改名片 对不对 没关系 当你的家人支持你以后 那这些问题都迎论偶解了 他们都会主动的来帮你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的避故日记 我们的避故日记 我们的准备功课 在论坛上都能找到 论坛是我们的大本营 是我们学习避故的这么一个 大本营一个学堂 那里面有太多了 耗露烟海的知识 有很多古有的分享 有精品日记 那么我们的学习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在 读别人的分享当中 在学习别人的精品日记当中 去获得很多很多 避故方面的知识 对在学习避故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的一种 种种现象和问题 我们都能够在里面 找到并获得 解决应对的方法 同时呢 也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避故论坛的记录自己 在做准备功课 在学习避故过程 或者是在避故过程当中的 这个身心的变化 大家不要以为 就是说写日记没什么好写的 或者说写了没什么用 或者说觉得不好意思 不是这样的 写日记不是为了别人 写日记就是为了自己 谁嫌谁知道 你可以通过写日记 你如果说你的 你的 你写日记跟不写日记啊 你写日记的话 可以做到四百功倍 四百功倍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在加入当地的微信群啊 加入当地的微信群 我们在群里面 主要是我们会有义工的 每天都会发放一些 学习的相关资料 以及这个避故论台的一些活动的时间方式和规则 比如说啊 线下见面啊 或者是避故营啊 等等这方面的信息啊 都可以在里面获得 包括啊 每天晚上和早上的直播啊 都可以在里面 可以得到这个最最最新的 最最完整的这么一个信息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 也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不用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去提问 你可以到这个直播平台上去提问 就比如像我们早上 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平台 和晚上七点半开始的直播平台 你可以在那儿进行提问 因为在那里边 我有我们的导师专门可以为你答应 而且是直接是面对面的这么一个互动 我的声音小吗 我看在听了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了 小的话 麻烦你用一下偶机 或者用一下外接的音箱 好吧 所以啊 我们准备功课的第二项 就是要获得家人的支持啊 就像我们打仗一样 打的是后勤啊 我们闭谷一样 也是学的就是后勤 家人的支持啊 所以一定要取得家人的支持 那么除了前面所讲的方法啊 我相信我们这个我们的鼓勇还会有更多更妙的方法啊 那么如果说啊你有这样的呃你有这样的案例的话呢 也呃欢迎你把你的方法去到论台上去分享啊呃去做布施 呃呃针对这个举报的问题啊 针对这个举报 因为为什么会举报 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因为你的家人不理解 不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你又跟他讲大道理啊 才会你意义孤行 才会出现这种举报的现象 其实出现这种举报 对无论是对壁谷论坦 还是对你本身对你的家庭关系来讲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规定 如果说呃你没有获得家人的支持的情况下 首先第一个强烈反对你壁谷 在没有获得家人支持理解的情况下 第二个不允许你参加壁谷营 如果说你隐瞒这个情况来参加壁谷营被举报的话 那么三年之内你包括你的直系亲属 对没有资格的才讲训练营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好吧 好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项了 我扎紧点时间啊 那么前面这两项为什么讲花费的时间多一点呢 因为这两项功课呢是是新增的 新增的 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属于知 我们前面讲的知行合一 更多的是属于知这一块 当我们思想上方向正确了以后呢 我们后面就很好做多了 对吧 就不会容易走弯路 好